冒战三级制造2025计划中共机械人产业年增率暴跌,美国前两轮关税措施将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业,列为重点打击目标或该计划补助的重点产业之一,中国机械人年产增率暴跌分析指,若美国启动第三轮关税计划中国机械人制造业的情况,将继续恶化广告。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机械人产量年增率从5月的35.1%跌到7月的6.3%路透社引述分析师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美国对中国工业机械和机械人零件加征关税,以及中国制造商在贸易谈判期间延后生产,机械人产业已被纳入中国制造2025计划, 是获中共政府补贴和支持的10项高科。 继产业之一美国7月6日启动,针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加税清单中值。 接列出工业机械人8月23日美国又对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机械人,但包括电子产品和汽车零件,以及其他由来自动化,制造和机械人生产的产品。 分析师指出如果美国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中国机械人制造商的处境恐怕会继续恶化,因为这次加税清单中包括大量日用消费品,而生产这些消费品,创造了制造机械人的需求。 美国政府正在就2000亿关税计划召开听证会,美媒报道该计划很可能9月底前就会启动。 对此,中共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任志五周五24日宣称将密切关注贸易摩擦对高科技行业的影响,但中方依然会坚持创新战略。 虽然中共官方立场强硬,但中国商界已越来越感到恐慌中美,本周的贸易磋商无果而终。 美媒消息11月前可能不再有对话,另外美国贸易官员或在周五会见欧盟及日本代表时商讨联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诉中共的工业政策自由亚洲报道。 在广东珠番角地区设厂的香港商人担忧贸易战,会让广东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广东省至少半数工厂将会倒闭外企撤出中国可能是唯一办法。 深圳劳工人士信六声也反映,此前广东省的企业经营成本不断飙升,已接连出现倒闭朝员工被欠薪情况。 严重中美贸易战让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当地企业开始大量裁员,有不少民工担心企业挨不过,这个难关自己的饭碗不保。 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接连有大型企业申请破产日前,中共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万华撰文称。 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持续加征高额关税,中国企业将迎来破产潮因此法院应当尽早研判,以防不测。 除了大陆企业接连倒闭,外许多外企包括台商和港商,正在忙着将工厂撤离大陆。 纽纽约时报报道未防,被贸易战务商数百家西方企业在考虑将产品组装,从中国转移出去南华早报,消息大量外企正在将工厂从中国搬到东盟各国,并跨国运输公司作收于翁之力。